据媒体报道,韩国男性崔氏元所养的宠物狗在10月21日爆出咬伤53岁的邻居后,对方在6天后因败血症死亡的意外。 由于崔氏元家的狗当时没有寄狗链,让崔家一家人受到舆论指责。 不过10月24日,事件却出现反转,因死者的血液检查结果显示,败血症是由绿农杆菌引起的,而被狗口腔内绿农杆菌感染的案例全球只有6起,可能性极低。